今天呢我非常高兴 非常的感谢 所以这么踊跃的来参加 我们九合一胜选的参会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关心台湾 爱我们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派 是不是 是 高兴点 谢谢 休斯顿中山学术研究学会 年初举行了一场庆祝九合一胜选参会 会长唐欣勤在会上感谢大家踊跃出席 当天前会长甘又平特别准备了讲稿 介绍应邀前来演讲的翁吕中教授 我们都知道关系热情是不够的 还要能够更多的不同世代的力量的 可以凝聚起来的才行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 在我们书镇地区 也许你听过他的名字 也许你刚才已经看到他了 他就是The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的政治教授 翁吕中教授 他也是我们现在的草根外交委员会的执行长 他常常在媒体上分析国际的情势 他坚持的是要有真相 对于海台两岸更是有精正的 精看的见解 更重要的是他跟大家一样 有一颗爱中华民国的心 更是对中华民国血浓于血 我们现在欢迎他 谢谢 我做了这么多的研究 美国的政府对于台湾的选举 有间接直接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多 谁能够改变美国的论述 谁能够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不是别人就是在座的各位 不能从台湾做起 就是从美国做起 就是从在美国的大家凝聚力量让美国知道 论坛智库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 也许很多人有很多的怀疑 可是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剩下的时间非常有限 现在已经一月了 我们剩下十一个月的时间 这场战争 这场选战 我们真的 我们只能用团结 只能用论述 只能凝聚大家的力量 当下唐辛勤特别提醒大家 2024大选有意回台湾投票的侨胞 今年7月份需要先返台复籍 总统大选回台湾才能行使投票权 你必须要入籍四个月以上才有资格 也就是在7月8点必须回去一次 因为我们有三年的时间 没有回台湾疫情的关系 那么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合法投票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段里面 赶快回台湾 恢复我们的父亲 然后我们才可以 2024年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投下 我们这个神圣的一票